和其在玻璃上面 画星星的圈 不见见不见 你终于出现 听不尽全 9月30号 网上爆出39岁李小璐轻声派对现场画面 照片中李小璐和闺蜜王若雪相拥而泣 身后还有一位身穿白色T恤的神秘男子出见 此前李小璐离婚后被拍到与一名打扮中心的神秘男在街边牵手 看起来画面有些暧昧 此前李小璐深夜在社交平台更新视频 她穿着睡衣 头上戴着兔耳朵 用了最近非常火的公主滤镜 妆容十分吓人 而李小璐说的话也让网友感到惊讶 她对着镜头眼睛下飘 十分娇羞地说 我喜欢帅哥 说完此话迅速引发热议 并且有网友发现李小璐的脖子有一块红印 看起来不像是受伤痕迹 一似是草莓印 网友纷纷猜测其有新恋情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 李小璐对此做出了回应 她表示脖子是动了小手术 今天才是拆线 还请粉丝们不要担心 因此有粉丝则帮她辩解 脖子上的红色印记很有可能是拆线后留下的血迹